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要担心 不要焦急 我们放心吧 高兴 高兴 不了解很多文化 更有意思 生活节的学校 我们很辛苦 也很开心 因为我们辛苦了一下做配办 那个很漂亮的关我们自己的国家 所以每一个国家辛苦 所以加国也很幸福 谢谢大家 没有意思 上课的时候 谢谢你 很有意思 非常有意思 很有用 对对对 新疆马拉松 太努力了 老师很漂亮 也同学们非常好 他们学习很努力 我学习不太好 我真的很紧张 现在我开心了 因为老师就非常好 我觉得老师 我真感谢老师 谢谢你们 老师记住你的脸 我会真心得给的心 一类说是谁 二类说是谁 二类说是什么 初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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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准备好 准备很长时间 还有真的有意思 我们有三个美女 还有每一个表演演出 真的有意思 我不可以忘 很厉害 幸福 厉害 开始 我觉得这个地球比赛好后 我非常高兴 因为我们得了第一名 太阳吗 得了第一名 对 有西式化的 愉快 我很幸福 高兴 幸福 幸福 过程之后 我很高兴 因为没想到 那个车很难坐 但是虽然 很难坐 因为 大家都 做展一季 我们可以做好 谢谢大家 我 我不能答应你 我是否会再回来 不回头 不回头的走下去 我怕我没有机会 跟你说一声再见 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 明天 明天我要离开 熟悉的地方 和你 要分离 我眼泪就掉下去 你 我会 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 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 这些日子在我心中 永远都不会抹去 我不能答应你 我不能答应你 我是否会再回来 不回头 不回头的走下去 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 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 这些日子在我心中 永远都不会抹去 我不能答应你 我是否会再回来 不回头 不回头的走下去 不回头 不回头的走下去 朋友们好 我是你们的老板 Jeff老师 虽然我是个老板 但是我从来没有给你们发工资 但是你们还依旧的 很执着的为我工作着 非常感谢 谢谢大家 你好 我是Sherry老师 很高兴认识你们 其实我应该是所有老师里面 最早认识学生们的 是因为在你们来到中国之前 你们发的所有的Document 你们的申请材料 都是我先收到 然后我帮你办的WISA 但是当你们到了中国之后 我发现你们比我想象中的更加可爱 更加活泼 然后也比我想象中的 给谢雅思带来了更多的活力和升级 非常感谢上天能让我们相遇 而且对于现在男生呢 这并不是一个结束 也不是一个再见 这是一个新的开始 需要在我们彼此的人生当中 今后的人生当中 无论是你们重新回到中国 还是我们老师们去印尼旅游 我们都会有再有见面的机会的 需要你们在以后的人生当中 会发展的越来越好 我们永远是在一起的 谢谢你们 欢迎你们来到中国 各位各个国家的留学生们 你们好 我就是你们传说中的Viva的老师 虽然这学期和你们 直接接触的机会不是很多 但是呢 通过和你们一起参加足球比赛 花车巡游制作 还有国际文化节 以及我们的VR1活动 我发现你们都是非常优秀的学生 而且是从我工作以来 所见过的最棒的一批学生 现在你们就要走了 我心中非常的不舍 但是呢 天下无不散的宴席 你们还是需要 终究还是会离开的 我衷心的祝福你们 学习进步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如果你们今后有机会来中国 一定要记得跟我联系 我相信我们以后 还是有机会能够见面的 谢谢 大家好 我是Cathy老师 我是你们最可怕的Cathy老师 到这儿呢 欧巴给我录这个视频的时候 我知道很多同学 你们要离开了 我心里非常非常舍不得 因为跟大家在一起的 一年的时间里 我觉得我跟大家 都成了很好的朋友 甚至你们也会在 没有课的时候 会给我打电话 会给我发短信 我觉得跟你们在一起 非常非常的开心 在这里呢 我想祝大家在以后 不管是在中国学习 还是回到了你们的国家 都希望你们有非常美好的明天 都希望你们以后 每一天越来越好 而且呢 你们虽然有的同学 已经离开了下次 已经把汉语已经学完了 但是这并不是一个终点 我希望你们以后 还是像现在一样 认真的学习汉语 永远不要停止你们学习汉语 还有呢 我还是你们的 我相信 我会是你们一直的老朋友 如果你们想念我 可以给我打电话 可以给我写邮件 都可以 然后也希望你们以后 在可能明年 可能以后的哪一年 可以来西阿斯 然后我们可以再一次见 谢谢 我是格老师 教大家一年的汉语了 我感到特别特别的幸福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都 每一个人都非常的可爱 非常的聪明 又特别的有才 大家马上就要毕业了 我希望大家以后 都能找到自己理想的工作 最爱的那个爱人 一直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再见了 可爱的学生们 你们好 我是宁晨 你们的口语老师 我觉得特别幸福 能在西阿斯工作的第一年 就认识你们 而且你们让我的工作 特别开心 中国有一句古话说 教学相长 意思是教的人和学的人一起进步 我觉得我的学生进步了 然后我也进步了 所以特别谢谢你们 祝你们快乐 我会一直记得你们 大家好 我是刘老师 快放假了 你们该走了 我非常舍不得你们 你们在这的时间这么短 但是你们的进步很快 汉语说的也很好 我 我 我会很想你们的 你们回国以后 别忘了我 要多跟我联系 好吗 我爱你们 大家好 我是年轻的杨老师 我在西阿斯 教了一年汉语了 那这一年 跟这些学生在一起 我很开心 自己也成熟了很多 积累了更多的经验 那希望这些学生 每个学生 都能回到自己的国家以后 都能开开心心的 遇到自己的满意的 男朋友女朋友 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以后再来下次 跟我们一起聚会 谢谢 孩子们 你们好 我是你们的王老师 和你们在一起的日子 很开心 很难忘 谢谢你们给我的 惊喜和感动 我会永远记住 和你们在一起的 31岁生日 我有点想哭了 因为你们要走了 我真的很舍不得你们 但是不管怎样 不管将来你们在哪里 我希望你们 都一定要幸福 我会想你们的 你们好 大家又要到 快毕业的时候了 真是有点舍不得你们 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 你们每一个 都留在我的心里 你们都是那么可爱 那么年轻 那么活不得 我希望在将来的生活中 你们每个人都幸福快乐 我希望你们 永远会记得下次 也永远会记得我们 我们也永远会忘记你们 每一个 希望同学们以后 有时间的时候 常和我们联系 我们总想知道你们 什么时候结婚了 什么时候上什么大学了 什么时候开公司了 什么时候当老板了 你们每一个进步 你们每一个成绩 都是我们最大的快乐 祝福大家 可以了吧 老师们好 我们 非常感谢 如果 没有病人 我们 赶紧 不会 说韩语 谢谢老师们 我们 爱你们 我们 爱你们 我们 爱你们 妹妹 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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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